欢迎收看凤凰说 大将军侯爷与叙贤小夫人的故事 锦心似玉 描述十一娘嫁入徐府的宅斗过程 和侯爷先婚后爱的甜蜜情结 以及一路找到谋杀母亲凶手的真相 在戏里除了各有心思的罗夫姐妹 还有众多美貌的姨娘们 徐府众人和有趣的婢女跟班 以及相遇总是泰玩的男儿林世贤 今天凤凰就要来介绍 剧中的那些人物时装的模样令你惊讶 动作慢侯爷 徐令仪 永平侯珍稀大将军徐令仪 靠着自己一路辛苦 称其本要没落的徐家 辛苦的成长历程让她总是看似冷酷 五五双全 不好女色 只有在老太太训事后 才去重音娘房中寻事一番 最终过都没过夜的就离开了 直到遇见十一娘花朝百出 留下来喝茶帮你生个孩子都说得出口 温和又绅士的追女大法 让观众等得心急 许多网友认为 常年在外动作又慢的侯爷 还能伸出尊歌 玉歌真是不简单 饰演徐令仪的是钟翰良 今年46岁 身高183公分 体重70公斤 出生于香港 早期是一位歌手 虽然已快50岁 外貌却如同动靈男神 在最近的《这就是街舞》中 还能够和年轻的新生代演员一同飙舞 钟翰良过去演出过许多古装剧 孤芳不自赏中 无战不胜的战神楚北杰 意外爱上了帝国 足智多谋且善于用兵的白平亭 男帅女美的组合 让这部戏的收视颇为亮眼 也在《天涯明月道》中饰演附洪雪 《天龙霸布》里扮演乔峰 不只是古装剧 钟翰良诠释过许多题材 在《来不及说我爱你》中 饰演一位年轻军阀和富上之女相爱 钟翰良和李小冉的组合 颜值也是极高 和唐燕主演的都市爱情剧《何以生肖默》 更创造了非常高的收视 是爱情偶像剧中的经典 钟翰良戏路广泛 也在谍战剧一触即发 一人分饰两脚 同时扮演医学博士和共党卧底 十月围城又再次诠释了两个人物 出身世锦的黄包车夫阿四 和革命志士李琼光 演技凭借着许多经典作品获得肯定 首身如玉 罗十一娘 聪慧善良的罗十一娘 不想对命运屈服 原本计划逃婚 母亲却意外遭人谋杀 为了长命母亲之死决意嫁入徐甫 凭借着过人的智慧 获得了徐甫上下的认同 和徐令仪在日常生活中的小甜蜜 也是观众百看不腻的有趣情节 面对徐令仪的追求 十一娘躲躲闪闪 在长达四十五集的戏剧里 开头就成婚 却直到二十七集接吻 三十五集才洞房 有网友笑称 锦心四玉应该改名为首身如玉 饰演十一娘的是谭松韵 今年三十岁 身高一百六十二公分 体重四十二公斤 过去以清新自然的风格 获得观众喜爱 在2020年 以两部收视极高的电视剧 锦衣之下和以家人之名大大走红 能够诠释拥有男子气概的 不快原惊吓 演依虐心动人的爱情故事 也能扮演搞笑幽默的李尖尖 和两位哥哥爸爸的亲情 感动了非常多电视机前的观众 早期谭松韵也有不少 清纯形象的演出 后宫甄嬛传中的纯长在 最好的我们李清纯可爱的 女高中生耿耿 都是谭松韵诠释的 非常生动的人物 过去也有 《狐狸的夏天》 《特画诗》 《浪画一朵朵》 《明初奇人传》 《亲爱的麻羊街》等作品 可怜男儿林世贤 在开局就应有地救了男女主的林世贤 对十一娘可说是一见钟情 本来有机会发展的两个人 因为意外错过彼此 过了很久 才发现十一娘是已婚妇女 虽出身虎狼之家 林世贤却是个真君子 在后期帮忙十一娘许多 又是戏中的一个苦情男儿 饰演林世贤的是唐晓天 今年将步入三十岁 身高188公分 体重73公斤 长得很高的她 年轻时是位模特 走过不少时装大秀 后来踏入演艺圈 唐晓天曾在独孤皇后 饰演一位相当无用的随朝太子杨勇 最后落得被废 后来弹钢网剧惹不起的殿下大人男一号 饰演一位被困在游戏当中的男子 意外发生的一连串故事 唐晓天也是至我们奶奶的小时光中 会打篮球长得又帅的富二代富配 今年唐晓天也再次单纲男主 搭档行妃演出《我的小确幸》 在戏中转而饰演一位成熟的外科医生 有许多甜宠的场面 许甫仲姨娘 乔姨娘 文姨娘 秦姨娘 对许令以满腔爱意 多年吃心的乔连房 人算不如天算 被原娘赢了一把 堂堂成过宫敌女 下嫁成了一房小妾 容貌娇美 又弹得一首好情 却因心术不振 小手段多 终究是不得许令以喜爱 加之智商不高 多次陷害十姨娘 也未能成功 饰演乔姨娘的是何鸿杉 今年34岁 身高163公分 体重45公斤 外形甜美可爱 却很常饰演反派 如意传中的琵琶歌技白蕊姬 靠着吸引皇上注意 成功成为梅搭影 不过性格尖锐 又不善争斗 屡屡被利用 下场十分凄凉 流经岁月里的圆圆 圆是一个出身不高 貌似腼腆可爱的女孩 其实却是个绿茶婊 擅长利用挤勾引男人 不过何鸿杉 也饰演过女一号的 在风衣中 扮相清楚无辜 饰演了心地善良的叶宁芝 商骨出身 有财富傍身的文姨娘 穿金带银 又是玉哥的生母 在许府中 也算是过得不错的一位姨娘 不过后期 因为生辰之日 许令仪却为十姨娘离开 加上儿子问题 终于一个翻桌 开始有些黑化 饰演文姨娘的是刘云 今年38岁 身高165公分 体重49公斤 时装的模样 和古装扮相一样美艳 刘云曾在《大汉天子二》中 饰演《秋缠》 在戏里是一位美貌的女子 这一部戏让她声名大噪 后来在黄晓明主演的陆顶记 饰演了《小郡主》穆建平 年轻时清纯可爱的扮相 让许多人印象深刻 近年的刘云在《思美人》 饰演楚怀王之妃郑秀 美则美矣却也是个不讨喜的人物 经常用沐浴熏香大法勾引男人 被号称为绿了自己男人 无数次的一个女人 前一阵子播出的《上阳妇》 刘云饰演了女主王环 最新人的婢女锦儿 却私信爱慕三皇子 做了许多不轨之事 在戏里是一个被观众讨厌的人 原为太夫人身边伺候的丫鬟 奴婢出身的秦姨娘 性格温婉 从不争风吃醋 过去失去过孩子 导致她经常暗自身伤 曾经非常想要领养徐令宽的私生子 未能如愿 沉浸又默默的她 经常让观众觉得 可能是一位隐藏的大魔王 饰演秦姨娘的是李慎 今年35岁 身高162公分 体重48公斤 外形颇具知性美 和剧中形象类似 李慎早起演过一个非常知名的人物 就是《新环珠格格》中的小燕子 是赵薇皇逸之后的第三代版本 和秦姨娘文静的模样相差十万八千里 李慎也曾和和盛民主演《倾城绝恋》 在《花飞花,雾飞雾》中 《新金华燕云》等戏都是女一号 不过并未走红 这几年来反而在饰演配角 近年曾在中汉良主演的《一路繁花相送》 扮演一位短发时髦的时装设计师辛迪 以及在古装戏幻城 饰演兵族王妃千颖 半属传奇里饰演汉和帝的皇后 徐甫中仁、罗元娘、徐令宽、丹阳二夫人 徐令宜的原配夫人 能甘有从会的元娘 虽然落得一身病 却仍在死前做好所有布置 拐了桥连房做小妾 又让徐令宜娶娶了妹妹 可以说是剧中一位善于绸缪的太太 如果活着肯定是十分精彩 饰演元娘的是影儿 本名刘颖今年31岁 身高169公分 体重45公斤 外形亮丽 长相甜美 刚出道时大多在剧中单纲女一号 早期曾在书见恩仇录中 诠释金庸笔下的爵士美人 回步的香香公主 也在英雄中扮演过西施 都是一等一的古典美人 影儿有一个形象差异很大 又很出名的角色 那就是后宫甄嬛传中 那位举止猖狂 被华妃狠狠赏了一帐红的夏冬春 影儿也和刘凯威主演过千山木雪 和画皮之真爱无悔 单纲女一号的戏也很多 逼于火的青春 最好的安排 解密与一粒红尘等戏 不过始终没有大红 徐丽仪的弟弟徐令宽 性格温和善良 不过是个只喜欢唱戏的公子哥 妻子是身份高贵的丹阳县主 在徐家颇有地位 也是个一点就通的女子 面对徐令宽曾有私生子 和宠幸婢女的意外 最终都忍下怒气 顾全大局 饰演徐令宽的是 崔尔康今年30岁 身高183公分 身体重65公斤 过去大多投身于电影演出 在去年大受欢迎的 以家人之名中 崔尔康饰演了 李尖尖学姐的那位 讨厌男友周苗 饰演丹阳的是李云 今年24岁 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 作品不多 曾演出过 《岁岁清廉》和《维基先生》 徐甫的二房夫人 气质高雅 落落大方 可惜多年来孤家寡人 最后响开 领养了徐令宽的私生子 饰演二房夫人的是彭阳 身高170公分 体重48公斤 外形看似成熟 其实今年只有33岁 过去扮演过一个 很知名的人物 就是香蜜沉沉静如霜中 忠诚又可靠的长芳主 以及换尘中的月轮 扮相都十分唯美 姊妹好友们 二娘五娘简师傅 自私又现实的二娘 经常对十一娘冷言冷语 想改编自己命运 却弄巧成拙 最后还是嫁给了家暴男王玉 后半生也算是过得十分凄惨 不过她对于自己的婢女 倒是有情有义 虽不是一个好姐妹 却是一个好主子 相比之下 单纯善良的五娘 嫁的人虽不是大富大贵 却是两情相悦 日子是越过越好 饰演二娘的是孙佳琪 今年29岁 身高165公分 体重43公斤 出道多年作品不少 不过最出名的作品 是在五妹娘传奇 扮演嚣张跋扈的 肖才人肖强 在戏里和二娘一样 颇有心机 装风卖傻 各种实坏 也以此剧获得关注 饰演五娘的是于朗 今年27岁 身高169公分 体重48公斤 外形清新 颇适合剧中五娘的形象 不过于朗曾在 新白娘子传奇 饰演反派金如意 一心想要嫁给许仙 最终由爱深恨 落入魔道 十一娘的老师 仙灵格的简师傅 和十一娘感情极好 是她的心灵导师 因秀宫一绝 在贵妇人间十分知名 也多次帮忙十一娘 调查母亲之死 饰演简师傅的是 蓝希 今年37岁 身高168公分 体重45公斤 外形温婉典雅 颇有古典细细 蓝希最经典的一部作品 就是后宫甄嬛传 饰演性格温顺 却也十分倔强和坚强的 沈梅庄 不过多年来 蓝希大多饰演配角 后来在同样是 孙丽主演的《芈月专》中 饰演性格胆小的梵长使 戏份并不多 在思美人里饰演男后 如意芳菲扮演淑菲 后期大多全是 比较成熟的后菲人物 婢女跟班们 东青 琥珀 林波 赵颖 十一娘的陪嫁丫环东青 是十一娘最重要的心腹 个性直接坦率 初期十分不喜欢琥珀 原本是罗大太太身边 丫环的琥珀 应受威胁 做了许多不得已之事 最终被十一娘的好感动 饰演东青的是丁杰 今年24岁 是一位毕业自 中央戏剧学院的新人 曾参演青春校园剧 《独家记忆》 饰演琥珀的是 孙雪宁 今年27岁 身高168公分 体重46公斤 外形清新 过去演过不少戏剧 曾在无垒主演的 《仙剑客栈》中 扮演女主赵玲儿 也主演过网剧 《拜见公主大人》 当时的扮相绝美 让观众非常惊艳 也曾在《三生三世枕上书》中 饰演菊诺 以及《山寨小蒙主》里 扮演朱颜 几个扮相 颜值看起来都是非常高的 徐令营身边两位得力助手 赵颖和林波 傻里傻气又可爱的赵颖 送个扇子给十一娘 也不知道明是十一娘来道谢 搞得回来禀报后 侯爷一脸尴尬 让同时也是副将的林波 因为说错话 错估情势 可怜被侯爷罚去寻尘 饰演林波的是正好 今年22岁 身高178公分 体重60公斤 刚毕业的他 学生时期就演出 《九州海上墓云记》中 少年时期的《墓云生》 去年也在《少年有之一寸相思》中 饰演《阴长歌》 以及《小风暴之时间的玫瑰》的苏源 饰演赵颖的是马波全 今年只有15岁 之前在梁生 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 扮演钟翰良的童年时期 这次转而饰演了钟翰良的跟班 看完了这些有趣的人物 观众也可以留言告诉我 谁最让你惊艳呢 今天凤凰的介绍就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您的留言鼓励 对我来说都是莫大的动力 欢迎订阅凤凰说频道 了解更多明星和电视剧